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手 终于,我的时代和我而官宣了阵容和先导片 然而,在一群某某家头衔嘉宾阵容里 有一个人显得那么扎眼 他就是23的王一博 和很多娱乐类的选秀 真人秀综艺不同 我的时代和我而是中国首不可持续的 以华人名人为名人为之称的 现象级的深度视频人物特稿 节目选取各个领域有代表性的优秀人物 作为追踪即时的对象 真实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 第二季一共选取了九个不同领域的嘉宾 包括钢琴家朗朗,芭蕾舞家弹圆,艺术家徐斌等等 年纪轻轻王一博作为娱乐圈的唯一代表年入选 这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高度认可 有人问娱乐圈那么多德高望重的前辈 为什么要选流量明星王一博? 回看王一博的23岁 他是具有专业街舞水准的舞者 时代初这就是街舞三冠军的队长 他是国民老牌综艺,天天向上常驻主持人 他是亚马哈车队正式任命的职业摩托车手 并取得Zik比赛双冠 他是电视精英奖中 虽受欢迎男演员获奖者中最年轻的一位 他手握35个高质量代言 从支线到全线 从品牌代言人到全球首席代言人 从家喻户晓的国民品牌到世界知名的蓝姐高奢 覆盖视频引用 美装个虎 服饰日化 软件应用 电子电器 通信生活 交通出行等七大模块 多次蝉联明星商业价值总榜第一 商业价值可谓一起绝尘 本次戏称 自从追星王一博 购物再也没有选择困难症了 因为热爱舞蹈 他成了顶尖舞者推广大使 因为热爱滑板 他成了滑板运动推广大使 因为热爱滑雪 他成为冰雪运动推广大使 因为热爱运动 他成为冬奥文化推广使者 如此漂亮的一张成绩单 如此全能优秀的艺人 连小说男主都不敢这么写 然而王一博却真实存在 是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很多人 原来23岁可以活得如此灿烂千阳 梦想会帮我击碎所有的犹豫 没有强有力的经纪公司做后盾 没有资本为他保驾护航 赤百家贩的王一博 完全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在娱乐圈打拼 将热爱坚持到极致 活成了无数人渴望的样子 他甚至引发了内娱的异常内卷 要想站得更高就必须拿出实力 用业务能力堂堂正正的比拼 而这正是当下社会需要的一种 对年轻人的正向引导 所以不要质疑 节目组为什么是一个刚走红的年轻小伙 能入选他绝对有这个实力 节目既然记录片 自然会用最真实的镜头 去记录王一博的日常 包括他和摩托 夜舞 滑板的故事 包括他怎么协调日常工作和个人爱好 怎么忍者疼痛练习 受伤后怎么去看医生 先导片中有个一博看医生镜头 医生那一句情况还是挺严重的 而一博那个一闪而过佛头的镜头 让不少粉丝都心疼落泪了 就像他前两天对粉丝说的 有些事我没有说过 但我知道你们都懂 这是我们之间的默契 这些年为了舞蹈 在车滑板大的小小受过多少伤 有多严重 粉丝怎么会不知道 可是我们看到的又只是冰山一角 真实的情况也只有他自己最清楚 王一博日常的工作有多忙呢 忙到这边结束春晚的直播 那边大年初一就奔赴片场 忙到他连续熬好几个大雨夜 拍好抉择里 仅仅几分钟的镜头 忙到他一天要连续化妆 夜装再化妆好几次 不停得在片场 采访和代言物料拍摄中无缝切换 在具体点 仅仅去年10月经历过跌宕起伏 可能有些人一整年都很难体会到 那个10月还没从街舞总决赛的一碗起伏 不定到最后拿下总冠军的心情平复 又被他带到充满 既有为而肾上腺素飙升的赛道 还没从摔车事件的情绪抽离 又为他站上了星光熠熠的精英奖的领奖台上 首捧奖辈而高兴 还沉浸在他获奖的自豪中 月底的他又换上华服在晚会美光灯下 在观众的呼喊声中尽情热舞 他就好像一个涌动机 永远充满能量 不知疲倦地往前走 这些起起伏伏的情绪 都不知道他有没有来得及消化 可即便这么忙 他还是坚持做到提前到片场 上庄前先锻炼身体半小时 能挤出时间临时接下官媒邀请的紧急任务 为中国再出发的唐败录音 他在节目预告片里说 每个人有每个人过的方式 我只是想把自己做得好一点 就为了好一点那三个字 他付出的是整整10年的努力 从来没有什么一夜爆红 所有的成就是他用自己的童年和高度自律的努力换来的 21岁认定的是 就算到81岁也还能坚持 王一波一直在清醒中努力 在坚持中前行 从他13岁决定踏入这个圈子 他就一直为梦角而战 从未放弃 更难能可贵的是 当身边的人来来去去 当一人生涯经历过三起三落 他依然不忘初心 身处娱乐圈和名利场 他除于你而不染 不会为了迎合什么而违背自己的内心 他的存在就是那鱼圈的一股清流 说实话 挺感真我的时代和我而节目组的 让我有机会更真实地走进 每光灯之外的王一博 不靠第三者转述 没有解读 只是沉默的真实的记录 我们看不到的背后 他到底经历了什么 又怎么把不可能变成百分 吃瓜不甜 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兵分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